水豹局花林分局多年是执行这个农村再生计划 110年的主题是定为纵谷旅人四季 将大型音乐会改为十场次的音乐表演线上直播 并邀请Gavalan的艺术家创作 配合玉里镇的地方风情 在193县松浦社区打造了五处的大型地情艺术 一只超大型的黑狗就坐落在193县道旁边的稻田区 壮观又可爱 再往前看也能看到大型草地旅人躺在地上听音乐 这是水土保持局花林分局多年执行农村再生的计划 今年是迈入了第三年 并且110年主题定为纵谷旅人四季 邀请了格马兰艺术家林靖展来创作 配合玉里镇地方风情在193县的松浦社区 打造了这个五处大型地情艺术 因为这个气球狗的样态 因为大家应该都全部都看过 因为就跟气球狗很接近 那我们就是把它转化成台湾土狗 那因为它有竖体高高的耳朵 镰刀的尾巴 然后再加上它土 它那个脚上面的土腾 这个阿美族的土腾 加上这个土腾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称它为台湾犬 林靖展接着说 这次的所有材料都是以当地为主 包含了竹子 铁工作人员等等 就是希望能够越在地越好 并在30天内完成所有的地景艺术创作 基本上这边所用的素材 包括我们工作人员 都是在我们花冬中午的 不管是平地人也好 或者原住民朋友也好 都是我们这里的人 没有掐索到任何位 在30天之内把山座 装置艺术做好 自己日以继夜风雨无准 就是这样 就是要完成使命 五处地景艺术坐落在193县松浦社区 以旅人四季舞台为中心 步行几分钟都可以到达 每处都设置解说牌 与最佳的拍摄点 可以亲近互动或是结尾拍摄 水土保值局也欢迎各地旅人 在疫情舒缓之处 到好山好水的花莲 丰丸一下 记者高双双玉丽正 采访报道